哈囉大家好,我是羅十五 本期的灌籃高手人物誌 展給大家帶來的是 傷亡工業的領軍人物 最低調的隊長,神經一城 神經一城是秋田縣傷亡工業高中三年級的學生 同時也是王者傷亡工業的隊長 身高1.80,體重不詳 在場上,四肢控球後衛 說話的方式雖然總是讓人覺得很奇葩 但只要他在場上 就絕對是傷亡一些戰術的發動機 是整隻傷亡的大腦所在 早在去年全國大賽的時候 他便作為主防阿牧的選手 將海南的超級王牌木生衣完全鎖死 幫助傷亡成功在半決賽上淘汰了海南 並且在總決賽中 成功奪得了全國大賽的冠軍 神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登場 是在與傷亡中為前輩的練習賽結束之後 短暫的接受了迷生小姐的採訪 他那每一句話結束 都要加個捏字的習慣 讓迷生小姐小無語了一陣 接受完採訪之後 他便向堂本教練提出 再次觀看相杯比賽的視頻 並且帶著傷亡眾人 繼續開始分析相杯 在分析到劉川鋒的時候 也是認真的將劉川鋒交給澤北隊伍 在堂本教練吩咐他 利用自己與宮城的身高差多得分的時候 他也是自信地答應了堂本教練 在正式對陣相杯的比賽中 神經一上來就開始貼身防守宮城 給一隻艙創造了機會 成功搶斷了宮城 只不過他對於宮城的速度有所誤判 到這球被宮城重新搶了回去 眼睜睜地看著宮城與櫻木 完成了一季空中接力 不過神經的內心並沒有任何的波動 轉身就用一擊中投回應追平了比分 在三井手感火熱 連續命中3分的時候 神經不慌不瞞 先是助攻澤北上籃得分 然後又是一擊假投真傳 助攻和田籃底得分 成功將比分縮小到了2分 在澤北在於劉川鋒的對位中分神的時候 他告訴澤北 你是王牌選手 所以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過一旦作為王牌選手的澤北失守 助長了對手的士氣 自己就會讓他下場休息 在接下來 澤北揭露了一隻昌的場球 還陪上一個犯規的時候 神經果斷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與和田一起 將澤北換掉了場下休息 之後整個上半場比賽 上王都在神經的帶領下 穩加穩打 只可惜因為櫻木的超長發揮 上王只能以2分的劣勢 結束了上半場比賽 到了下半場 神經終於帶領著上王 開始認真了起來 一上來就藉著野邊的擋拆 助攻澤北投中一擊3分 成功將比分反超 然後又是和澤北一起開始包角攻城 才用全場緊逼 直接切斷了香北的進攻 帶領著上王 一度將比分拉開到了20分 只不過上王 並沒有將這個優勢保持到最後 香北在櫻木的帶領下 重新開始振作 不過在三井命中下半場 第一季3分的時候 神經並沒有慌張 而是回贏了一季3分 將比分重新拉開 只可惜 伴隨著三井的連續3分 傷亡也是扛不住 讓香北成功將比分縮小到了14分 神經也在慌亂中 對攻城惡意犯規 給了香北一個兩罰一致的機會 讓香北成功將比分縮小到了10分 在兩隊比分交著 比賽進入到最後的決勝階段之後 神經沒有犯人澤北繼續單打 而是在一個關鍵暫停之後 直接開始支配起了球隊的進攻 一上來 就是用一套行雲流水的轉身動作 輕鬆過掉了攻城 然後在面對赤木補防的時候 瀟灑的將球傳到了和田手上 兩個人配合 用一擊爆扣告訴香北 他們一直面對的 都是最強的傷亡 只可惜傷亡最後還是沒能阻止香北的反撲 神經在最後時刻 也沒有封住柳川鋒的關鍵性投籃 同時也沒有在最後一球看清楚櫻木的站位 導致傷亡在最後的兩秒鐘 殘遭櫻木絕殺 一一分的烈士 輸掉了這場比賽 而這也是神經加入傷亡之後的首次敗北 他在比賽結束之後 也和傷亡眾人一樣 黑著臉 離開了球場 回到了更衣室當中 在全國大賽結束之後 神經也是回歸了日常的生活當中 在與夜邊的聊天中 結束了自己在整部灌籃高手中的所有戲份 縱觀神經在整部灌籃高手中的表現 雖然他出現的畫面少之又少 但在這為數不多的畫面當中 我們可以看出 神經的綜合能力在整部灌籃高手中 也絕對是頂級的存在 從技術層面上來看 他雖然不像和田那樣 可以從一號位打到五號位 但是身為控球後衛的他 也絕對算是同位置球員中的王者 在防守端 他早在二年級的時候 便已經將神愛穿第一的木森翼完全鎖死 從這便能看出他的防守功力 甚至從他與阿牧的眼神對比當中 還可以看出阿牧被防得有多麼的不舒服 要知道 在香北與海南的比賽當中 阿牧可是被香北用四防一的戰術來對付的 而在尾澤北聯手八甲攻城的時候 更是沒有給攻城任何突破的空間 甚至直接對攻城說 你已經跑不掉了 從這樣的防守端表現 可以看出他在防守端是有多麼的強悍 縱使在關鍵時刻沒有封住流川風的灌籃 但那也並非他防守不到位 而是流川風的實力實在太強了 而從進攻端來看 作為傷亡的大腦 他是整隻傷亡在場上最冷靜的存在 在梳里球隊進攻方面 他從上半場比賽開始 就不停的為隊友創造機會 即便是球隊落後的情況下也沒有慌忙 總是穩穩的助攻澤北以及和田得分 在比賽的決勝時刻 他更是用自己的冷靜 一個轉身輕鬆過掉攻城 吸引赤木的防守 在助攻和田得分 幫助傷亡鞏固了優勢 在個人得分方面 他並沒有像澤北那樣瘋狂的單打得分 他更多的是在球隊需要止血 提升士氣的時候站出來回應 在比賽一開始 面對攻城與櫻木的空階 他並輕鬆的用一擊中投回應 在下半場比賽 在三井的三分球開始復甦的時候 也是神經站了出來回應一擊三分 宣示傷亡的強大 神經在整場比賽中 雖然沒有過多的展現自己的單打能力 但我個人覺得 神經的單打能力也絕對是頂尖的存在 只是因為傷亡的得分手充足 並不需要他像阿牧一樣利用自己的進攻去吸引防守 所以他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阻止與助攻上面 盡到自己作為控球後衛的職責 神經作為傷亡的隊長 他的領導能力也絕對是頂尖的存在 甚至是在赤木、阿牧以及藤真等人之上 首先他在傷亡是有絕對的威信的 在剛打完練習賽 便一聲令下帶著傷亡眾人 再次觀看湘北的錄像帶 在面對澤北分神的時候 雖然是何田率先警告了澤北 但後面卻是身經對澤北下了死命令 與其助長對手的士氣 還不如直接下場休息 在澤北依舊沒有集中精神的時候 毫不猶豫的將澤北送到了替補席 一座就是一整個上半場比賽 而除了微信 他也知道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應該鼓勵隊友 在比賽的決勝階段 三井打進3加1之後 看著迷茫的眾位隊友 是身經把所有人集中了起來 用自己的話語讓傷亡重新振作了起來 而除了這些 作為隊長的他 在最關鍵的時刻 也總能站出來扛起球隊 在比賽的最後時刻 傷亡位在單膝的時候 他主動承擔起了傷亡重整齊固的責任 成功助攻澤北打進了最後一球 雖然傷亡最終被櫻木絕殺 但這毫不影響身經作為領袖所發揮出來的作用 假若湘北沒有阻截光環 那麼這一場比賽 傷亡獲得勝利的概率也是相對較大的 身經在整部作品中 唯一一個需要詬病的地方 可能就是他每一句話的結尾 都要加上一個語氣詞的習慣吧 明明是一個沉悶的人 卻總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讓自己顯得陽光 直到整部作品的最後 都在想著該什麼樣的詞會比較好 雖然遭到了所有人的吐槽 但我個人覺得 這可能就是錦上老師用來凸顯他 只是一個普通高中生所使用的表現方法 在視頻的最後 同樣希望熱愛灌籃高手以及籃球的我們 能夠記住這位傷亡工業的大腦 神經一成 好了 本期視頻就到這裡 如果覺得我有什麼缺漏 或者說的不好的地方 歡迎在視頻下方留言告訴我 如果覺得我視頻內容還行的 請記得為我點讚訂閱 我是十五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